关于这个套件大家可以明白了吧 破解那个无线的WPA的 我简单说一下破解那个WPA 那个WEP的啊 我看一下他让不让我 他让不让我配置了 我简单说一下吧 我就不做啊 破解WEP呢 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但是我把这个命令给给出了大家 然后让大家自己呢 自己做一点就行了 其实也是一样 第一步都一样啊 先把网卡业杂合模式 然后呢 没第二步不一样的就是 然后呢 进行ARP攻击 攻击的话 杠A 然后就是这个地址 比如说是他吧 随便找一个啊 然后呢 杠H 这把是杠H 那把是杠C啊 就是说破解WPA的时候是杠C 这个是杠H 这个是杠H 随便找一个吧 反正都是假的 然后呢 M1 我看一下啊 他不让 不让这样玩 这样吧 嗯 杠H 他可能是 不让 他可能是不让玩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 然后命令 命令就这样 他可能是 不是那什么的话 不让 不让玩吧 不是WPA的话 不是是WPA 不是WP的 是不让玩吗 应该不需要吧 好吧 嗯 最后啊 基本上就这样啊 最后呢 破出来的IBS呢 大家再用 然后 这个就不用 杠W了 这个就不用杠W了 然后直接就给上 你的那个IBS就行了 如果是破WEP的话 破WEP的话呢 就是不用跟那个 不用玩password了啊 就直接那个 直接的跟那个 你抓的那个IBS 那个包就行了 就是 就比如这个 IBS呢 你直接给这个IBS就行了 就是这样啊 然后LL1 星 都是星就行了 星点IBS 就这块一定要是 就是你最好是打上星啊 如果说你要是打上别的的话 有可能不认 就是有可能会出错啊 所以说你这块就 最好是打上别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样 加密的方式都不认识啊 所以说呢 这块是不行 所以大家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破解WEP的啊 一般来说 都没什么用了 所以说我也不怎么破了 基本上就是破WEP的啊 呃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东西还让不让我 嗯 破一下P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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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还让不让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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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呢 我说这个PIN码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PIN码 就是说是 是WPS的一个东西 什么WiFi保护的一个东西 这个他 今天这个东西 他还是真给地啊 办法随便找一个 就是在这 一般的来说呢 大家的那个 自己的Loyote呢 都会有一个PIN码 这个PIN码是干嘛使的 就是说呢 就是说 就是为了就是什么 叫做WiFi 那个 ProtectSystem什么的啊 就是说类似一个那个 他们就严谨的这个东西呢 就比较安全 就是说做上去这个东西呢 会比较安全 然后呢 设置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就是刚才这种啊 我看刚才可能闪过去一下啊 就这样 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要是开起了什么东西啊 它会自动的帮你产生一个密钥啊 然后呢 会自动的帮你呢 做一些那个安全的一些设置啊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WPS 具体的大家可以摆度一下啊 大家可以摆度一下 这个 WiFi的WPS啊 干嘛使的 就是这WiFi 它这个东西啊 它大家可以自己摆度一下 它是干嘛的 就是说呢 有这个PIN码呢 就相当于我们可以直接的 就是破它这个 就得到PIN码 相当于就得到了 它的那个WPA的那个密钥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先换一下 我这个大的那个乌线啊 我们来看 và看我说 这个 是 但是 我们可以 点上 先换一下大的 这个是一个 看周围什么样的东西 支持WPA的那个 支持那个WPS的设备 这个东西 然后呢刚大写的C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到了 有好多的基本上都可以 这还是4颗的啊 这里边呢 我要说一个事啊 就是呢 破解P码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呢 是这个命令 Vivo这个命令 它已经给出你的东西 就是说呢 Vivo然后-i M1 0 然后-B 大概就是 比如说随便找一个啊 随便找一个 嗯 就叫这个名字的吧 随便找一个 它 然后呢 可以加一些参数啊 比如说加一个 我一般都使用 -a啊 -a是自动的 然后呢 自动的选择最高级的那个 最高级的那个选项 然后呢 一般 我看一般有-x的啊 -x的 然后是这个啊 大-x吧 大-s 大-s 提高这个速度啊 提高速度 然后我看还有- 一般有这两个吧 -大-s 然后-a 好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自己的 自己的调到 你可以-c啊 调到它这个行道去 嗯 我们看一下 我选的这个东西 是在第九信道 第九信道的话 它就会把自己 关联到九信道 你也可以直接选到九 没找着 它又会回 找完14个信道吧 但是14到15个信道 它又会往回走一圈 就这么反复来会儿 我再换 嗯 我再换 看看这个行道 在做破ping码的时候呢 就是说 这个东西要掌握一定的 什么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技巧 然后有些 最主要的是 这个信号呢 要跟就是你的那个 呃 就破解的时候 你的网卡的这个方向 还有信号的强度 都有一定的关系啊 最好就是把它放在那儿 不动啊 这是最好的 DEC这个 DEC这个是Channel E 这个得稍微等一下 这个比较慢 就是说 它首先呢 要把它 这就是给它关联上 就是这个 关联不上 反正这个是比较慢的啊 这个是比较慢的 我再试一个 需要点耐性啊 我觉得上 DEC6算了 它就要等啊 它就会等这个 等到这个 这个东西呢 马上关联啊 看看我看看我这个 我看我这个行不行 看一下我这个啊 我看我这个东西 屁码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这个屁码在哪 正常情况下 这个我还真没怎么找到我 我们来看看它 这个就没有 这个就没成功啊 它这个就是没有关联 没有与这个 SSID关联啊 它这个就是没有与SSID关联 然后它又会重新试 就一直到呢 成功 成功关联 然后开始破解啊 这个的话 我找一共 找一个它试试 这需要一定的耐性 好了啊 就到这不演示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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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